现在的都会区啊 地板面积一般都不会太大 特别是新房子哦 再加上几个必备的家电之后 比如说电风扇啊 比如说是厨师机之后啊 那个留给扫地机器人 工作的区域啊其实就不大 所以在我们频道拍了两个扫地机器人的影片之后呢 就很多人会问我 诶 扫地机器人怎么挑啊 但是我都会请他先注意一下 地板面积够不够正方 够不够大 如果不够大的话 其实扫地机器人的效率呢 就不会太高 因为扫地机器人的直径就是这么大嘛 有些地方他进不去就是进不去 不管你的硬体再强 不管你的软体再聪明 他进不去就是进不去 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呢 他是由日本的SwitchBot所推出的K10 Plus 他身上有两个50% 可以让我来说一说 他的体积 只有一般传统的扫地机器人的体积一半大而已 最适合小平素家具多的环境使用 由于直径小的50% 有很多墙壁间的小角落 很多家具的底下他都是进得去的 比如说像我的办公室 左边这边灯架下面这个小角落 我不是 才变成这样摆 我另外一台扫地机器人是绝对进不去的 所以这下面这一块区域呢 就是一直没有被打草的状态 但是我们的K10 Plus呢 就可以进去到这个空间 把这个空间的清洁给解决掉 因为扫地机器人他会先摸边 摸完边之后再计算出一个正方的空间 所以K10 Plus他把寄生缩小50% 他相对的容易可以取得一个正方的完整打扫空间 就像下面这张图一样来回 像枝质型的方式来清洁 这样会比较有效率 如果取不出这个空间来呢 它的效率就会差的蛮多的 所以K10 Plus呢 它的体积缩小50% 但是呢 它的清洁覆盖率高达90% 边角的储存率高达75% 特别适合小屏数小空间来使用 这就是关于它的第一个百分之五十 另外一个百分之五十呢 我相信是更重要的 这一点就到最后再说 SwitchBot是日本居家库品品牌 这次他们推出的这一台K10 Plus 是目前市面上最小的扫地机器人 而且它不仅在日本的Makuage平台 集资超过3.4亿日元 它更靠着迷你的体型 成为日本集资时尚销售量最高的扫地机器人的记录 而除了K10 Plus以外呢 SwitchBot它有许多的智慧型家电产品 如果你也立志当一个智慧型的懒人的话呢 我推荐给它到网站看看 你会有相当多的收获 再回来看看这台K10 Plus 这台K10 Plus它的构造很简单 拿起来很轻巧 移动也很方便 即便是要跨楼存的打扫 也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一只手就可以拎着走 顶部采用磁器设计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集撑盒 集撑盒里面有个空气滤芯 除了这个滤芯以外 包装内还有第二个备用的空气滤芯 也帮你准备好了 另外还有备用的毛刷 以及包湿式的托布 底部可以看到它两个 可以抬伸的轮子 抬伸的范围相当大 可以看得出它有良好的通过性跟跨越性 所以它不太很能钻 跨越性也很好 因为轴距短 这个如果玩四成四的呢 应该知道这个道理 K10 Plus除了很小很能钻以外呢 它还有一个集成的基座也很小巧 空间只有一个家庭号宝特品那么高 却有着4公升的集成量 K10 Plus它在工作到一半遇到没电了 遇到需要集成的时候呢 它会自己回到集成站去 进行集成跟充电的工作 完成之后会接着完成它未完成的工作 不用你动手 这个超大的集成容量 一般的情况来说 两个月倒也是就好了 我的办公室的空间大概是100平方公尺 我已经让它少了大概两个月 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清过它的集成盒 所以K10 Plus在一般的时候 除了说它的轮胎卡住 被一些什么电线啊线材卡住以外 K10 Plus啊几乎是不用花时间去照顾它的 这个小巧的K10 Plus 它一样有APP可以来设定它 包含设定指定的区域 包含设定禁区 而且它可以分楼层 也可以当做遥控车一样 只哪少哪 而且你看这台K10 Plus 它实际在行进的时候 它会一边转弯一边前进 一般的扫地机器人转跟执行是分开的 转到这个角度执行转到这个角度执行 但是K10 Plus呢它的前进方式很智慧 它会一边转弯一边执行 所以工作效率更高 而且它的走位也会更灵活 考虑到在狭小的空间工作的 噪音的影响更大 所以K10 Plus它设定了四个工作的档位 最小的工作档位 它的噪音只有45到55DP而已 可以有效的降低噪音的影响 但是它的集成声音会稍微大一点 但是这其实问题也不大 你只要在App上面里面设定 晚上不要集成 或者是当你出门的时候 再让它集成就可以了 K10 Plus它遇到门槛的时候 会自动的抬高两公分 因为直径比较小 轴距也比较短 所以抬高了这两公分 对它的跨越性的帮助来讲非常的大 像我的电视柜下面那边充满电线的地方 那边可以说是扫地机器人的海木打散角洲 但是K10 Plus它却没有被卡在这个地方 这点就让我对这个K10 Plus 这个小家伙另眼相看 另外就是K10 Plus它并没有水箱 它的拖地功能是采用湿拖镜的方式来达成的 这对于K10 Plus这样针对小空间来设计的机种是合理的 包了尿布的样子 避免了拖布发臭的问题 这在小空间可能会更严重 而且我刚刚发现 帮它装上了这个拖布之后 它的手机上面的这个App 就会显示的去拖地 所以它知道自己要去拖地了 而且它缩小了扫地机器人本身的体积 也缩小了工作基站的面积 也进一步的降低了售价 相较于自带水箱的扫地机器人 K10 Plus它的价格大概只有一半 少了50% 这就是它的第二个50%的特点 售价 怎样是不是很重要 遇到真的要拖地的时候呢 你只要套上这个拖湿巾 这样它去拖一圈 然后直接换掉 不用装清水也不用倒脏水 对小空间来讲确实是很好照顾 所以K10 Plus就主打一个简单纯粹 很日本 由于K10 Plus可以扫到过去很多 你用手都扫不到的空间 所以它经常会扫出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但也常常会因为这些地方 所存留下来的电线 橡皮筋 鞋带等卡住 所以在你让K10 Plus工作之前呢 你最好先清除一下 小角落里面的杂物 这样K10 Plus就可以安心地工作 因为K10 Plus目前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呢 它就专职扫地这项工作 因为它比大的机器人少得更彻底 跟另外一个没有集成箱的扫地机器人呢 一起协同作战 一个扫地一个扫地 这样效果就加 而且两台加起来的价格 也没有比全功能型的扫地机器人贵 而且效率还更高 如果你已经先前买了一个没有集成箱的扫地机器人呢 你也可以考虑这个方案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台 Switch Bud K10 Plus的迷你扫地机器人 它缩小了50%的体积 提升了清洁覆盖率 以及边角的出称率 而且重点是价格只要50% 赶快去入手一台满足你的懒人梦 我是布莱恩 我们下次见